臉上戴著口罩 頭戴鴨舌帽 幾乎擋住整張臉 他們是網紅反骨男孩 成員蕾拉以及他的先生唐宇 不出新北簡 兩人不發育 快步走上車離開 因為涉及了毒品案 复訓後 檢方預令釋回 網紅夫妻黨自然不做作風格 經常拍片與粉絲分享日常生活 但這回惹上了大麻煩 警方掌握線報 6號上午持拘票搜索票 來到中和這處社區 這裡是反骨男孩 這個成員蕾拉的住家 而果然警方搜索之下 發現夫妻持有違禁品 兩人都被帶回 警方持拘票搜索票 在屋內搜出了少量大麻 還有毒品吸食器 兩夫妻被帶回新北刑大 製作筆錄 據傳兩人避重就輕 唐宇聲稱在泰國買大麻 不曉得為何會出現在台灣 警方6號一早行動 並分多路 涉案的還有他 Y1訂閱數有259萬的網紅 JOMEN也在這波 搜索行動中被警方帶回 新北刑大證實 逮捕了一名瘟姓男子 他攻稱大麻是網路購買 昨天透過律師事務所 發出聲明 表示積極配合檢警調查 訊後無保釋回 感謝大眾關心 據偵查不公開 無法多做說明 三星星 郭英宗 邵紫陽小組 新北報導 二星星 郭英宗